新北市芦州急行路惊传爆炸声响 当然是在中午11点左右 捷运工程局正在进行施工 而人员却不小心挖到了台电电缆 现场冒出了白烟还传出爆炸声 警销货报道场发现没有火焰的迹象 也幸好没有波及到人车 台电在第一时间关闭了受损电缆线的电源 由其他的电缆线来供电 不影响周遭的耗制及电家运作